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来到外门大学管理学的课堂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和分享管理学的第七奖,群体与团队 那么在前面第五奖和第六奖 我们分别跟大家一起探讨了企业当中的组织结构和设计 以及人类资源管理的相关的知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组织结构与设计 以及人类资源管理都是我们管理的第二项基本智能 叫做组织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知道组织结构它是确定了一个组织一个企业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架构,什么样的格局 那么人类资源管理探讨的是如何来吸引相应的人来到这个企业当中 如何对他们进行培养,如何利用他们 或者说发挥人的这种价值来创造企业的绩效 来实现企业的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讲来探讨组织这个职能的第三个内容 叫做群体和团队 我们知道人啊,尤其是在企业当中工作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是单枪匹马的 他一定是什么,要不然在一个团队当中 要不然在一个群体当中,或者呢,在一个部门当中 大家一起来完成某一些事情 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探讨群体和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地方 再有呢,就是进入到我们新的21世纪以来啊 我们发现团队越来越成为啊 大家去工作,去生活的一个很基本的前景 我们知道除非你是在家里啊 你可以大概是你一个人跟自己有关系 在你没有成家的时候 你可能就你自己一个人 这时候呢,你的生活是由于你自己决定的 那么等你到企业当中 到工作当中 你会发现你要考虑其他人,对吧 你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在一个集体当中 那么你得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其他人的兴趣,要求,偏好,等等 这也是我们学习群体和团队的一个现实的价值 那么这一讲啊 我们同样是分成三个小节来给大家分享和学习 第一个小节我们谈一谈群体和群体的过程 主要看一看什么是群体 有哪些不同类型的群体 那么群体形成和发展一般过程是什么 那么群体当中有哪些因素 会让某些群体表现得更好 某些群体呢,表现得一般 第二小节呢 我们谈一谈企业当中的工作团队 那么重点我们围绕 工作团队跟群体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团队跟群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呢,一个好的工作团队啊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第三个小节呢 我们重点关注 怎么样去建设一些高效的 高级效的啊,表现很好的团队 那么它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我们首先给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一讲群体和团队的第一小节 群体与群体过程 我们首先看这幅图 很美啊 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呢 大雁南飞 我们知道每年到秋天 或者秋天快来的时候 这个北方的大雁啊 会成群结伴的飞往南方 动物啊 它是这样一种群聚的动物 除了大雁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动物 它都有群聚的属性 除了像狼啊 像狮子啊 像老虎 它们可能相对来讲 个人生存 或者说单个动物 生活的这种情况会多一点 那么很多动物 它都是一种群体生存的 群聚性的 人呢 作为一种高级动物 它也是一个典型的群聚性动物 啊 我们看到 除非有些人 他说我啊 要离开这个生活 离开这个城市 我要去什么 求得安静 求得清静 我去深山老林当中 我一个人盖个木屋 我就在那自给自足生活 我不跟外界打交道 99.99%的人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需要不停的跟人打交道 啊 我们想一想 你能不能想一想 有一天 你一天到晚 啊 一个人你都不跟他们打交道 都不跟他们发生某种关联 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些特定的群体当中 你的家庭 你的学校 你的企业 你的工作单位 或者说你和你的朋友 或者说是你就 即算即便你走在大街上 你也可能会跟其他人 发生一些特定的联系 那么我们再看这幅图 喜欢这个啊 足球 或者是是其他的一些 球类运动的 这个同学或者朋友 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幅图啊 我们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尤其在南美的一些国家 他们对于足球的热情很高 那么很多人会做是什么 人浪啊 整个体育场依次的站起来 是让一种把手上举 在挥下 做出类似于一个波浪 不断向往前推进的效果 这叫做人浪 这是给球队加油的一个很 很有激情的方式 那么这些人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球迷群体 他们可能啊 互相都不认识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喜欢足球 或者说是喜欢场上的这支球队啊 我们知道啊 在欧洲很多有顶级的一些足球俱乐部 那么这些俱乐部啊 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球迷 比方说黄马的球迷啊 巴萨的球迷啊 曼联的球迷 曼城的球迷啊 国际米兰 AC米兰 这些球队啊 都有自己的球迷 这些球迷 他就构成了一个群体 我相信啊 我们视频前面很多同学 或者很多朋友 可能就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球迷群体 当同一个球迷群体的两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啊 即便他们以前都不认识 很快就可以聊得来 为什么呢 哎 我们对这个人 那个人谁谁谁 那个人谁谁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他最近啊 怎么样 大家就很有交谈的这样一个啊 共同的话题 同样 有些女孩子说 我不喜欢啊 看球 我不喜欢踢球 但是呢 我们追星啊 我们是某一个明星的粉丝群体 比方说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女 很多这个女性啊 喜欢一个组合叫TF boys 对吧 这几个小男孩 唱歌 跳舞 很有意思 那大家就成为他的球 成为他的这个什么歌迷 或者说是成为他的粉丝 那么这些群体在一起呢 他也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来讨论自己喜欢的明星 好 那么 拿了这两个例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管理学里头 怎么样去界定群体 群体是什么 用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说 为了实现啊 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目标 而组合到一起的两个 以及两个以上的人 两个以上的个体 他们呢 是相互依赖的 彼此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里头有几个关键词 很容易能看到 第一个呢 首先就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人 一个人 那你就是单个的个体 不存在群体的这个内涵 同时呢 要有一些具体的目标 对吧 比方说 大家去坐公交车 那目标是什么 到达这个终点 对吧 那么我们上了这个车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 下一个特征 叫做相互依赖 彼此互动 什么叫相互依赖啊 当你上了这个车之后 车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相互是 你动 我也动 对吧 不可能说 你一个人突然蹦出车窗去 当然这也 现实当中是存在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疯狂的行为了 对吧 所以说 这一个公交车上的 这一群啊 乘客 他们就构成了一个 乘客群体 同样 如果是球迷群体呢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对吧 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人 肯定不止一个球迷嘛 对吧 相互依赖 彼此互动 可能一起 比方说 做出刚才这个人浪的 行动 或者说 一起给这个球队加油 球队进球的时候呢 一起欢呼 球队啊 被进球的时候 可能就一起显得很不高兴 很忧愁的样子 所以说 这是对群体的一个基本的界定 把握住目标 两个以上的人 以及相互依赖 彼此互动 那么群体分成 两个主要的类型 一种呢 是正式的群体 这个呢 是主要是在企业当中 或者在组织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的 它往往啊 是带有工作性质的 围绕一些特定的工作任务 通常呢 也来自于同一个部门 比方说 财务部 七个人 可能他就构成了一个小群体 对吧 人力资源部 五个人 他也构成了一个小群体 对吧 在这种正式群体之外呢 还有一种叫 非正式群体 它往往就有一定的 社交的性质 它也可以在企业当中存在 那比方说 大家到企业当中去 发现 你在人力资源部 你的一个老乡啊 在财务部 你另外一个老乡 在什么 市场部 你们三个人啊 来自同一个地方 叫什么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对不对 相互很有感情 所以你们可能关系也比较好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说 哎呀 小李啊 小王啊 走 我们一起去吃饭去 大家在一起聊着 相谈圣欢 那么这个群体 它具有社交性质 它就属于非正式的群体 对不对 它显然跟工作没有关系 更多的是一种 情感的联系 社会的这种一种关联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 马拉松俱乐部 因为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罗老师自己 就是马拉松俱乐部当中的 一个成员 那么我喜欢 而且也参加 一些马拉松的训练和比赛 那么这个俱乐部当中 我们有挺多的人 大概有100多个 这个群体 主要通过 比方说微信的形式联系 那么其中一些人 我们是相互认识的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不那么熟悉 不认识 只是知道对方的存在 那么显然啊 我们也会有一些互动 对不对 在微信里头聊天 包括我们可能会一起去 参加比赛 一起去进行跑步的训练 但是这个群体显然是非正式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 平时呢 也不一定会凑到一起来 对吧 而且呢 我们的显然不属于同一个公司的 同一个部门 在工作上几乎来讲 也没有什么交集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非正式的群体 好 那么认识了正式群体 和非正式群体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企业当中啊 主要的啊 我们能够容易观测到的 往往是这种正式的群体 对吧 相对来讲 非正式的群体啊 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如果你不了解 不深入的了解 你很难观察到 那么正式群体呢 又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命令群体 它其实就是什么 由于这个职位 带来的命令和听从的关系 来形成的群体 比方说一个部门的经理 对他下面的几个员工 那么具有这种命令和指挥的关系 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命令群体 第二个呢 任务群体 什么叫任务群体啊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比方说我前几讲 可能举过的一个例子 我们罗老师开的这个火锅店啊 要开发一个新菜 然后从前厨 从市场 从这个物料 不同的部门 抽掉了几个人 共同的来构成一个开发小群体 对吧 他们把这个菜啊 把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这个群体也就解散了 所以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群体 第三个 跨职能团队啊 这个有点相似 我们来自不同职能的 不同部门的人 我们把它抽出来 共同的去完成一个任务 就叫做跨职能团队 第四个呢 叫做自我管理团队 什么叫自我管理团队啊 这种团队或者这种群体呢 往往人数大概在十个左右 那么他们往往是一个部门 我们呢 不给他设计一个明确的领导 不给他设计一个明确的部门的经理 大家呢 自己相互协调 相互的来 来领导彼此 来完成他们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 这种呢 就叫做自我管理团队 在我们现在一些啊 国际级的外体当中 这样的这个团队啊 越来越多的出现 当然他对这个员工的管理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好 那我们知道了 这四种正式工作群体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 群体发展有了一些主要的阶段 有什么样的过程 那么这个图 它显示我们群体发展了 有五个主要的阶段 我们从这个开始看 第一个阶段叫做形成阶段 或者叫初步的形成阶段 那么我们以一个部门为例 部门招聘了五个员工 那么这五个小方块表示五个员工 这五个员工一开始招聘进来 加入到我们人类资源部 我们看到这个箭头啊 一开始指的是没有什么规律性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 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杂乱的群体 而且大家都不认识 好 第二阶段 正道 大家可能开始相互互动啊 一块吃饭 一块出去玩 一块唱个歌 一块开始工作 慢慢的就有一些人 你发现这几个人 这三个人 都来跟这个领导进行互动 对吧 这两个人又产生一些互动关系 那么第二个阶段 它就是正道 这个群体啊 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 那么你不知道 它未来会成为什么样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规范 经过一段时间的正道以后 大家都明确了 原来这个人是领导 我们都听他的就好了 而且呢 这样一套关系啊 也就被固化和规范下来 我们如果这时候 再招一个新的人进来 也还是听他的 对吧 这个结构 这个关系就明确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执行 执行的是什么呢 我们群体有自己的目标 对吧 群体是为了目标而存在的 有我们自己的目标 有我们自己的任务 那么我们通过之间的 这样一种相互的互动 共同的来完成这个目标 去执行这个任务 这是我们群体的啊 这个工作运行的阶段 好 最后一阶段是什么 发现任务完成了 啊 我们这个人力资源部 可能相应的工作就完成了 可能说领导说 我们不再需要你这个部门了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群体可能就解散了 啊 就解体了 当然这是可能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 所达到了第五个阶段 因此呢 形成 正道 规范 执行 解体 这是我们群体发展的五个基本阶段 注意啊 这个五个阶段啊 其实是一种理想的情况 先形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 逐渐规范下来 完成自己的任务 最后呢 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形 有时候啊 走到这一步 你就发现 这个群体啊 不断的震荡 不断的震荡 总是稳定不下来 所以呢 他可能很难 到不了 或者说根本就到不了 规范这一步 直接就 一直震荡 一直震荡 最后领导说 你们这个群体 简直在瞎胡了 啊 天天就在那儿泪斗 那怎么办 直接解散 啊 或者说重新组合 所以说 我们这个理想的阶段啊 它是一个 在抽象层面上 我们来分析是这几个阶段 在现实当中呢 他可能走到这一步 就直接over了 啊 这是我们对于 群体发展阶段的 一个认识 那么这张图 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啊 或者说跟我年纪相仿的 这个 前面我们看视频 听课的同学 或者朋友 会知道 比较的 对吧 在80年代 90年代 非常知名的 在亚洲 甚至在世界领域 都有很大影响力的 一个音乐群体 对吧 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 在当时 在现代 都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歌手的组合 显然呢 不是所有的组合 都达到了 Beyond的高度 很多组合可能 默默无闻 或者说呢 干了几年就退出了 或者说 干了几年就解散了 那我们如果用一个概念 来形容他们的成果呢 我们叫做什么 群体的绩效 所谓群体的绩效 不是说皇冠中 某一个人 他取得了怎么样的业绩 而是说 整个Beyond的乐队 他们在一起 所取得的绩效 所取得的这个 效果 或者说 业绩的水平 那么我们看到 有些群体 像Beyond的 他的绩效水平很高 那么 还有一些群体呢 他的绩效水平 可能一般 或者说很低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为什么这些群体 之间 在绩效上 会有差异 那我们从 以下几个方面 来看一看 影响群体绩效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叫做群体的结构 这个群体啊 是什么样的一种 结构特征 会对他的绩效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去认识群体 结构的时候 通常包括以下 七个方面 第一个是群体的角色 很容易理解啊 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乐队当中 有主唱对吧 有吉他手 有贝斯手 有这个 鼓手 对吧 那么每个人各司其职 你容易获得 比较好的绩效吧 如果每个人都说 我唱歌好 我要去当主唱 我不愿意打鼓 你来当鼓手吧 大家都去抢着当主唱 你会发现 这个角色容易什么 冲突 混乱 最后呢 谁都得不到好处 这个乐队啊 就很难活下去 第二个呢 群体的规范 我们群体发展当中 应该有一些这种 规范大家成员的 或者说规范我们 这个共同的 一种标识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一个乐队啊 我们都留长头发 能够甩起来的 因为我们唱演唱 演唱一些 比较动感的音乐的时候 甩起来比较酷 如果这时候你说我不 我非得留个光头 那你可能就和群体 格格不入了 第三个是从众 下面我会谈到 这个问题以后 第四个呢 地位系统 有些人可能是 在这个群体当中啊 他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他是领导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吗 他是服从你 他是下属的 这样一个角色 再一个呢 群体的规模 我们知道一个群体啊 几个人合适呢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 肯定容易理解的是 一个群体不能太多 为什么不能太多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出去吃饭 一个大圆桌子 一般能坐多少人 十个人左右吧 对吧 八个或者十个 如果你们这个群体 十个人以内 那么坐一个圆桌 或者坐一个小圆桌 基本上都可以了 大家能够比较好的交谈 如果你们这个群体啊 人数很多 十个人以上 二十个人 你会发现 你出去吃饭就很麻烦 通常你也什么 你得找两桌 两桌就有个什么问题啊 谁坐这桌 谁坐那桌呢 这二十个人怎么分呢 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 就出现了小群体 而且呢 坐在这桌的人 跟坐在那桌的人 可能相互就没有什么联系 大家就发现 跟那桌的人 好像感情没有那么好 所以群体的规模啊 通常我们觉得 十个以内 最多十二个 十二个以内 是比较理想的 下一个群体的凝聚力 下面我会再谈到 最后一个群体的领导 因为我们后面 专门有一讲 来谈领导的问题 所以这里呢 我也先啊 把它简略的 给大家沟通一下 就是说呢 一个群体 谁来当领导 领导的效果好不好 一定对他群体的绩效 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留到领导的一讲来 再跟大家探讨 我们下面来看看 刚才讲的群体的规范啊 大家在学校的时候 一些班级啊 会制定什么 所谓叫那个班规 他就告诉你 在我们这个班级当中 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 如果你去行为 你去表现 你应该遵从哪些规定 对不对 我们企业当中啊 也有这样的群体的规范 比方说 你员工来工作 要穿工作服啊 要别上你的名牌 你名牌要什么 一定要别在右胸 右胸口 不能别在左胸口 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合理性呢 它其实呢 有些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啊 区分 也就是说你别在左胸口 和别在右胸口 实际上呢 差别是不大的 大多数情况下 对你的工作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为什么要统一 放在右胸口呢 因为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群体的规范 这是一种群体的认同 因为我们都放在这 啊 大家相互认可 我只要看了你放在这 我知道什么 你是自己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情况 要遵从群体规范的要求 不要去做什么 不要去做刺头 不要跟整个群体 唱反调 好 下一个现象呢 叫做重重现象 刚才我谈到 我会再讲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心理学的试验 我们看这两幅图 这个X呢 是一条线 然后这张纸上呢 有ABC三条线 其中X呢 跟这个ABC当中的一条线 是同等长度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它大概是跟B 是一样长的 对吧 A比较长 C比较短 那么这个心理学家呢 找了八个人 来做实验 这八个人啊 进到一个教室里头 或者进到一个会议室里头 这八个人当中呢 只有一个人 他不知道 他不是这个心理学家 事先安排好的 剩下七个人啊 是吧 都是我们找好了拖 我就跟这七个人拖说 你们一开始呢 要给出正确的答案 说X跟B一样长 然后呢 过一会儿 你们会跳出来 咦 不对 好像X跟A一样长 或者说X跟C一样长 后来这个心理学家的实验 就发现 经过这几次讨论之后 那个唯一没有当拖的 那个人 在这个讨论当中 一开始 他是很容易看出来 X跟B一样长嘛 对吧 然后呢 在那七个拖的 不断的影响 不断的 这样讨论的过程当中 最终啊 这唯一的一个 不是拖的人 也得出了 X和A一样长的结论 这就是什么 从重 当整个群体 都给你一个 同样的观点的时候 他们一致的观点的时候 不管他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人啊 总是容易 受他影响 这里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小书 叫做乌合之众 这是这个心理学家 叫乐庞写的 他讲的就是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 个体会服从群体 个体会不顾自己价值判断 去服从群体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这本小书 好 下一个也是跟群体现象 跟群体思维相关的 这是我以前上课时候 谈到的一个电影 叫做《十二露汉》 那么这个电影的细节 我就不再介绍了 大概的意思 你会看到这张图上显示的 最开始的时候 十一个人 这十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 嫌疑犯是有罪的 只有这个举手的这位大哥 他叫应该是方达吧 他觉得 他是无罪的 或者说他至少值得怀疑 然后呢 大家因为要达成一致之后 才能做出判断 所以就这十二个人啊 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商量 讨论 争吵 最后的结果是 这十二个人都被他所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这个嫌疑人无罪 那么这部电影 就是由这个十二个人 来演的一个黑白的电影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 他对我们理解群体的过程啊 非常有帮助 好 下一个叫群体凝聚力 那这个图呢 是我们通常讲的啊 三个臭皮匠 顶得上一个诸葛亮 这个有些时候是什么 我们自嘲 也是一种自我鼓舞 虽然我们每个人能力都不咋样 都不是顶级的 但是我们凑在一起 总能够干出一点活吧 哎 其实不然 为什么呢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一加一 它不一定大于二 它可能等于二 还有可能什么 小于二 同样 一加一加一加一 有可能小于三 也就是说三个臭皮匠在一起啊 可能比一个臭皮匠还要臭 越臭在一起越差 你肯定就比不上诸葛亮了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 这算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们很熟悉的 说啊 一根筷子 很容易把它折断 对吧 你只要稍微一使力就折断了 如果一捆筷子 二十根筷子放在一起 你肯定折不断了吧 这叫什么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 群体凝聚力的概念 刚才讲的三个臭皮匠啊 如果大家心不往一处使 气不往一处用 我们叫做什么 兄弟其心 其力断金 如果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那凑在一起什么 只能是 你往东边走 我往西边走 他往北边走 最后呢 哪都去不了 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 因为筷子之间这个 结合性很强 对不对 他们紧密的凝聚在一起 所以你怎么折都折不断 对于一个群体来做 对于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来讲 群体凝聚力呢 有三个方面的意涵 第一个是什么 类型要达成共识 到底去哪 怎么去 这个要有一定的共识 比方说我们都要去东边 我们都要去坐车去 这样呢 才能够有一定的凝聚力 第二个呢 是要进行合作 三个臭皮匠 我懂这方面 你懂那方面 他懂那个方面 我们要相互合作 而不要相互打击 相互抗衡 第三个呢 就是要彼此喜欢 这是一种人际的层面 至少我不要讨厌你 不想跟你斗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达到这三个条件之后 我们通通讲 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呢 它可能就是比较强的 好 下一个呢 叫做群体类的冲突 因为这个群体啊 有些时候 它不是那么和谐的 不是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的状况 总会有一些冲突 你看不上我 我看不上你 那么冲突呢 有几种主要的类型 第一种是任务冲突 什么叫做任务冲突呢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这个群体类当中的某一个人 可能觉得我们要用 第一种方法来做 另外一些人觉得 要用第二种方法来做 这是什么 这是针对这个事情本身 针对这个任务的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这种叫做任务冲突 第二类冲突呢 关系冲突 什么叫关系冲突啊 它主要是人际 人际关系的 发现这个群体当中啊 小A和小B这两个人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就是看你很高傲 每次都欺负其他人 我看你不爽 我恨不得天天跟你干一架 这种叫关系冲突 当然关系冲突 往往它的这个影响 是比较负面的啊 第三种呢 叫程序冲突 什么叫程序冲突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不再纠结于一件事情 该不该办这件事情 而是说呢 办这件事情的程序 大家相互来说呢 是有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什么 先办A 再办B 再办C 那有些人觉得呢 ABC都很重要 我们应该同时办 这就是对于程序上面 大家有冲突 那么 对于一个群体的绩效 对一个群体的发展来讲 冲突呢 是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样的角色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那么 第一种典型的观点 叫做反对冲突 冲突都是不对的 冲突都是坏的 我们企业 我们群体 在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尽力的去避免 各种各样的冲突 这是第一类观点 第二类观点 叫什么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无非避免不了 有一些什么 血雨腥风的争斗 所以冲突不可避免 但是呢 也要看到 有些冲突啊 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可能有它的好处 第三种观点 更加乐观 说啊 这个两个人在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夫妻俩 如果你们不吵点小架 不吵点小打小落 它都不行 啊 为什么 这个打是情 骂是爱 如果你们夫妻啊 没有打骂 天天 你看着我好 我看着你也好 可能最后啊 就什么 就陷入一个很单调 很枯燥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类人认为啊 冲突啊 是群体发展必要的 而且呢 是积极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四种观点 可能更加务实了 说冲突呢 你要分开来看啊 它不是总是好的 也不总是坏的 有一些是良性的冲突 它具有建设性 它对群体的发展 是有价值的 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一些恶性的冲突 它就是坏的 我们需要去避免它 基于这些观点啊 我们会得出一个 关于冲突管理的模型 也就是说 怎么去应对冲突 我们看到这个图啊 有两个维度 这个横轴的维度 叫做合作 合作的程度 也就是说 A和B两个人 闹冲突了 那么我作为管理者 或者我作为群体的 这个领导 我应该是让他们俩 达到合作呢 还是说你们就这样干吧 不要有合作 就冲突吧 这是合作的程度 第二个呢 是果断的程度 果断程度高 那我就什么 雷厉风行 你俩出了冲突 我立把就把这事 给办平了 这叫做 高果断程度 低果断程度呢 就是你们爱怎么弄 怎么弄 我们先观察一段 先不着急 那么根据这两个维度啊 我们可以区分出 五种不同的 处理的方式 我们先看中间这个 果断程度一般 中等 合作程度也一般 这就是什么 妥协 这个管理者 跑去跟小A说 你啊 多理解我的难处 小B呢 他虽然说错话了 但是呢 他心不坏 跑过来又跟小B说 小A这个人呢 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他呢 也是对我们好 也是为了你好 而且呢 他去年还送过你一双袜子 对不对 让这个A跟B啊 实现妥协 大家都相互让一步 退一步 海阔天空 那么这是一种妥协的策略 再看这种策略 回避的策略 就什么 你们冲突了 A跟B冲突了 我既不管 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 而且呢 也不去促进你们的合作 也不去撮合你们 就回避吧 这种事吗 是不作为的 对不对 对于群体的发展 往往会越演越烈 他的态度是吗 你们自求多福 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 所以这种策略 是属于回避策略 那么我们看这种策略 叫迁就策略 什么叫迁就策略呢 我去试图促进双方的比较高程度的合作 让双方合作 但是呢 我又很慢 不是很果断 我慢慢的磨 跟你磨半天 跟你磨半天 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 大家才达到迁就 相互迁就 相互 它其实是妥协的另外一种形式 好 这种形式呢 你看啊 它的特点是吗 果断程度很高 你一旦A和B出冲突了 上午你们俩冲突了 下午就把这事情解决了 很快 很快速 雷厉风行 但是呢 它的合作程度很低 因为什么 我可能就惩罚了A 或者是惩罚了B 或者是什么 两人各打50大板 但结果是呢 根本没有促成合作 对吧 原有的问题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只是说 把它们 暂时的这种冲突 给化解了 但是呢 以后可能还会出现 更大的问题 当然 在这五种当中 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种 相对来讲 就是最有效的 冲突管理的策略 叫做什么 促进协作 既有比较高的果断程度 迅速的实现 又呢 有比较高的合作程度 要让这个A跟B两个人啊 意识到 他们呢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个目标 是我们群体 所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呢 我们应该 摒弃前弦 对吧 化干戈为育博 好好地去协作 好好地去合作 帮助对方 来实现这个价值 帮助对方 更好地 把我们群体的目标 来完成 好 那么 到这里呢 我们第七讲 群体和团队的第一小节 关于群体和群体过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 我们谈到了群体的定义 群体的不同的类型 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以及我们关于群体发展的五个啊 比较基本的过程 还有我们谈到了群体当中一些群体结构的内容 像群体的规范 群体的角色 群体的思维 群体的这样一种从众的现象 以及我们最后谈到的 对于冲突的分类 对于冲突的不同的看法 和我们管理者 在冲突进行冲突管理的时候 可能运用到的五种典型的策略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对于群体和群体过程的介绍 就到此为止 下一小节呢 我们继续学习 关于工作团队的有关内容 谢谢大家